接下來看一下第六個單元的樞紐分析表 請各位直接開啟問卷調查01原始檔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打開之後 你可以看到總共會有兩個工作表,上面啟用邊啟 然後下方你會發現 它有兩個工作表 一個工作表是問卷調查的結果 你想說問卷調查結果怎麼會長這樣 好跟各位講,因為現在 電腦的設計很多時候只是放編號 為什麼?因為放編號了,所以你會發現性別A1 指的是什麼 A2指的是什麼 OK,那基本上 主要原因是因為現在資料庫為了要節省空間,所以它只放編號 那放編號的好處就是說 它放的資料量會比較少 比如說性別A1,那你想說性別A1是什麼,A2是什麼 實際上呢,你可以看到清單 那A1的話就是男,A2的話就女 那你會想說,老師那不對啊,這個好像沒有節省到什麼空間 你放男的話就一個字 A1的話只有放兩個字,反而浪費空間 那當然你看這個是 會覺得好像沒差很多,可是如果你看後面的清單 其實就差越來越多 後面比如說像這個就差比較多 那也就是當然相對的,你會發現它設計的時候 就是會用一個編號 對應到一個 你的一個資料 OK 那所以呢,現在有個第一個難題啦 那我們要怎麼樣 快速的把這些 變成 A1,然後變成什麼 變成男 A2變成女 那這樣的話呢,怎麼樣 所以第一個需求是,我希望把這些所有的這個編號 把它快速的全部變成 他應該的這個對應到的名稱 讓我們可以至少看得懂 OK,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不是叫你用那個 取代 比如A1取代成男 A2取代成女 當然用CtrlH啦 CtrlH就是取代 或者是說你這邊有沒有 在這邊不是有個 這個 尋找於取代 但你用取代其實也可以 但問題是說你會發現 這麼多編號 假如說你要取代的話你要取代多少次 而且取代的話還有一個問題 那如果說假設有一些 那個編號 是在其他資料裡面也會用到的話 那可能你取代就會取代錯誤的資料 不對 OK,所以這怎麼辦 在這裡的話呢 我們需要做幾件事情 其實最快的方法 當然 就是用裡面的函數 那函數部分的話就是說 還記得吧 我們之前也用到一個叫VILO函數 VILO函數的話呢 可以去查 查它的A欄 把它的 這個B欄 查的話查第一欄 那把它的 第二欄的資料給帶過來 所以這裡的話 第一個可能會 我們會需要用到一個叫VILO函數的東西 但問題來了 我如果要把它變成 這個原來的資料的話 那你會發現旁邊沒有另外一個欄位讓我們放 所以想一個方法 其實 什麼方法呢 你可以用這個 這個 就是說 把問卷調查 再複製一個一模一樣的 那複製一模一樣的方法 最簡單 還記得吧 我們拖拉加Ctrl鍵 拖拉的時候有沒有 它會有一個 箭頭出現 然後你把它放開 之前呢 先按Ctrl鍵 你按Ctrl鍵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它會有一個加號 表示說它會 再複製一個 一模一樣的工作表 OK 然後這邊就一個 第一個跟第二個 OK 一模一樣 那我們就把什麼呢 第二個 852的部分 它的 這個 性別 一直到最右邊的這些 資料全部刪掉 快速刪掉最快的方法 Ctrl-Shift向右 Ctrl-Shift向下 那這樣的全選把它delete掉就好了 那delete掉之後的話呢 也就是說我們編號在前面 然後呢 我要把最後的結果放在 這個第二個工作表裡面 那也就是說呢 我先 複製一個一模一樣的 工作表 第一件 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的話就是說 把游標放在B2上面 然後利用什麼 插入那個 就是剛剛講到的 就是在查詢與參照 裡面 有最後一個 應該是最後一個 有一個叫B2的函數 那這個函數我用到的機會非常非常的大 因為只要查資料都會用到這個函數 所以將來 你們在工作上面 用到這個函數的機會 會非常非常的大 那只是說呢 這個函數當然它有點複雜 為什麼要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跟你問四個問題 那你必須要知道這四個問題到底要去哪邊找 那第一個問題是說 LOOKUP VALUE 所以以後如果看到LOOKUP VALUE就是 你要查什麼資料 那我要查什麼 我要查性別的那個對應到的那個 那個 他的 編號在哪 那編號就在前面這裡 所以呢 第一個LOOKUP VALUE 請你幫我查一下 在前面這個工作表裡面的 這個A1 它是 代表的是什麼性別 OK 所以你就切到前一個工作表 那你會發現 你切到前一個工作表 它就是這樣 前一個工作表的工作表名稱 然後再加一個金碳號 然後再加它的儲存格位置 所以 問訊料查 清探號B2 那就OK 然後你會發現它就幫你把什麼資料帶過來 它就幫你把這個資料帶到這裡 所以它這邊就是A1 OK 那意思說 我要查A1一下 那第二個問題 Table Array Table Array是說 那請問一下你要去哪一個表格 Table是表格 哪一個表格裡面查 那個表格的話 基本上就是在哪裡 在清單裡面的 這個表格 那選的時候記得啦 你就選不要選到欄位 就選下面這邊 那將來的話 就把這個表格選到這邊來就對了 那裡面的話 基本上這個表格就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 就是要比對的 所以它要比到A1 然後你要把什麼資料帶過來 那我要把第二欄帶過來 所以這邊輸入2 就可以了 這個2指的是說 這個表格裡面的第幾個欄位 當然將來也有可能第3第4第5 你就是看你要哪一欄 你就是 把那一欄的資料給帶過來 所以我只要輸入2 那他就幫我把男生帶過來 OK 那最後一個是說 如果找不到A1 你要不要幫你找接近的 如果不要的話就輸入0 如果要就輸入1 OK 那我們就輸入2 這個範圍 Table就是選這個 OK 選完之後這A2 到B3 然後 然後 不過他是多無效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好像多按了一下 清單驚嘆號 在清單驚嘆號裡面的那個範圍 那你會發現他就有個正列 然後第2欄 輸入0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做完了 做完之後他就幫我把男生帶過來 按確定 OK 那 再來你就直接向下填滿就可以了 不過向下填滿會有個問題 因為你向下填滿 他 會出現錯誤 那為什麼錯誤呢 主要的原因應該是出在哪裡 出在剛剛這邊 這個清單的範圍 因為這個清單的範圍如果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他就會 自動加1 我前面講過 利號會變A2會變A3 B3會變B4 那如果你要把他固定住的話很簡單 就加個淺的符號 就OK了 淺的符號 然後按確定 然後再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那同樣的道理 那你說年齡怎麼做 一樣嘛 年齡 一樣就是 什麼 現在插入函數 然後找到什麼 找到V入函數 然後查什麼呢 查他前一個的年齡 有沒有然後去哪邊查 去清單裡面的年齡這個範圍查 然後查也是第2欄 然後呢 要不要找接近不要 記得把這個範圍的前的符號 通通都把它鎖起來 有沒有 然後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查回來了 查回來向下填滿 寬度不足的話 請你在這個欄的 右邊這條線快點兩下 他就自動填滿 你可以拉一下啦 有時候拉不準 你就快點兩下 就自動調整了 那所以 總共B欄 C欄 一直到哪一欄 到後面 12、13、14、15 哇總共15欄 那變成說如果你全部都要做的話 你需要做 15次 OK 那當然15次至少比你完全不會做來得快 只是說呢 可能就馬上有同學說 老師那15次有點浪費時間了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讓他更快一點點 就做一次然後向右向下就完全OK的話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讓他加快速度 還真的有 只是說呢 如果你要加快速度的話 接下來你可能就要學會 兩個東西 一個是定義名稱 一個是另外一個含數叫 Indirect 不過這個部分我想請各位 待會先 我們先把這個部分先做出來 然後待會我們再來做一些變化 所以我把重點跟各位再回覆一下 1 請你把這個問卷調查 複製一個 到這邊 2把這裡面的資料 Ctrl Shift向右向下按Delete把它刪掉 3的話呢先查 他的 性別 OK性別的話呢 第一個就是前面的那個什麼A1對不對 第二個去這個清單裡面呢 把那個比對的清單找到 就這個範圍 然後找第二欄 不要找接近的 按確定 不過確定之前呢 請你把清單的這兩個 有沒有 把它鎖起來 不然你向下填滿會出錯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